新华社华盛顿4月2日电,国际观察,北约业龄诸多难题和挑战。 新华社记者朱东阳刘品然刘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外长定于3日至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北约当前面临的诸多新课题。 分析人士指出,这个跨大西洋安全组织内部分其不断加大,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不少。 三项议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表示,此次北约外长会议的三大重点议题,包括,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反恐及军费分担。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各国外长,此次有望就对俄采取新行动达成一致,以提高对地区情势的感知能力,保持对俄道可靠,有效威慑。 美国国务院官员,2日在媒体吹风会上说,对俄关系将是此次会议第一个要讨论的议题。 各国外长预议将通过旨在强化,北约在黑海地区威慑和防卫姿态的一揽子措施。 在反恐问题上,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正加大对伊拉克政府军的培训力度,确保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会卷土重来。 此外,各国正就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密切协调,但在阿助军时间,不会尝到超出必要,需未撤军创造条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会见斯托尔滕贝格时,批评阿富汗战争,既不幸又荒唐,但美国务院官员说, 此次北约外长会议,不会就北约在阿助军问题,做出最终决定。 对于美国极为关注的军费开支问题。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过去四年,北约各国一位增强军事机动性投入约23亿美元,各国不久前还同意大规模投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但美方对此并不满意。 美国官员2日表示,希望到2020年底,北约其他各国能增加投入1000亿美元以上的防务经费。 各国应对此有新的紧迫感,三大难题。 尽管美方和斯托尔滕贝格,在会议召开前,都强调北约团结的重要性。 但这难以掩盖,北约目前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包括美方强势要求从同盟关系中,获得实际回报。 席卷欧洲的难民危机,引发地区政治格局变动。 以及美欧兴起的民粹主义,不断对北约的存在价值发出质疑等。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会议能否在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上取得进展。 尤其引人关注。 首先,如何推动北约各国提高军费,是美国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目前,美国对德国防务开支问题穷追不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再次指责德国在军费问题上的言行,存在落差。 表示美国对此很生气,特朗普二日也再度批评,德国没有承担应有的北约军费开支。 抱怨美国为保护欧洲付出太多,针对美方不满。 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表示,加强防务,不能仅靠增加军费支出。 斯托尔滕贝格,一日在记者会上,试图调解美德矛盾。 一方面说,期待德国兑现涨军费的承诺。 一方面又表示,德国没少为北约做贡献。 其次,北约各方急需就如何继续加强反恐达成一致。 美国白宫去年12月表示,随着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取得成果, 美国决定撤回驻续美军。 此外,特朗普在2月5日,发表国情资文演讲时,重申要减少在阿富汗的美国驻军。 美国华盛顿邮报2日报道说, 特朗普近来频频在私下场合,批评其他盟友在阿富汗的军事投入不够。 要求缩减美国对北约的贡献。 分析人士指出, 美方 国在 第 军事投入 让本已深陷难民危机的欧洲非常不满。 多数欧洲国家在增兵叙利亚的问题上态度冷淡。 各方如何在反恐投入问题上,达成共识值得关注。 第三,美欧近来在维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否值得等问题上,常常话不投机。 面对频繁指责北约盟友的特朗普政府, 美国的欧洲盟友,从最初的惊恶到如今大胆寻求建立欧洲军,表明彼此坚劣痕加大。 欧洲盟友质疑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 这一信心危机若得不到解决,将影响北约同盟的未来发展。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欧汉龙认为, 鉴于美欧在对俄关系、反恐等事物上的共同关系。 美欧短期内,仍不至于各笨东西。 但在种种新挑战面前。 北约需对内,对外证明其仍有存在的意义。 并有能力随着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进行自我调整。 原标题,历届形式主义。 为基层带来清风正气。 军队代表委员热议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运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在参加全国两会的军队代表委员中,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一致认为,通知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加强作风建设。 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回应广大基层干部的关切,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具有重大意义。 谈起基层官兵对形式主义的印象。 来自陆军的王明孝代表说, 我每次下部队调研时,总有战事反应。 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就怕形式主义的瞎折腾。 很多形式主义问题,不仅占用大量时间, 也耗费了许多精力,让基层官兵不堪重负。 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离不开好作风的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风气明显好转, 部队内部生态进一步纯正。 官兵都深切感受到作风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很多军队代表委员谈到, 通过几年如一日抓作风建设, 军队作风形象为之一新。 军心士气为之一振。 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擦亮言和时的精神名片, 焕发出干事创业的崭新风貌。 强军心军的意志力量极大凝聚, 与行使命的责任担当极大增强。 然而, 必须清醒地看到, 行事主义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 军队代表委员们谈起身边一些行事主义的突出问题。 深有感触, 有的频繁检查, 干扰正常工作, 让基层部队疲于应付。 有的把痕迹当成迹。 不看实际成效, 只看登记报表。 不看解决问题只看天数, 人数, 篇数, 等等。 这些看似平常的小问题, 折射出的却是行事主义, 官僚主义这个大问题。 现实解决这些基层痛点, 为干部减负松绑, 才能为基层带来清风正气。 这是基层官兵的普遍心声, 也是受访代表委员的共识。 备战打仗容不得半点虚假。 来自北部战区的王长江代表表示, 对于那些经常吸气垫, 受流毒影响形成的行事主义, 官僚主义, 必须坚持制标更治本。 坚决校正不愿打, 不敢打的思想偏差。 用实战化标准纠制, 不能打, 不会打的能力短板。 用整风精神狠杀不真打, 不识背的作风虚假。 以钉钉子马上半的姿态和韧劲。 来一次深查彻改的大徐底。 大扫除。 从指挥链上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 要把千根线凝成一股绳。 确保基层官兵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聚焦主则主业。 西藏昌都军分区副政委徐鸿刚委员建议, 搭上网络进军营的快车。 能远程召开的会议, 就不集中召开。 能合并的通知就不单独下发。 推行保密化网络办公, 急约是学习培训。 为官兵松绑减压。 为基层减压减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